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如果你们指标的话呢 咱们就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SKY 王 然后先看视频的标题呢 还是有所了解 那么今天呢 又是久违的开箱视频 没有错 然后在这次开箱之前啊 有两个事要说一下 第一个事呢 就是关于我上上期视频 红酒那期结尾 我有提到 我要给大家 YouTube的观众们 带来一份福利 那么具体规则呢 就是你跑到我的 Instagram下面去发评论 评论的内容呢 就是你第一期看我的视频 是什么视频 为什么去看 对 大概就这样 然后我当时估计 可能有个 得有个两百多条评论吧 可能有一百条评论 或者有两百条评论 是不是 然后结果呢 两千条评论 然后就非常的夸张 但是有一点 比较遗憾的是 很多人的评论 他们是不符合规则的 比如说选我选我 你肯定不符合规则 我规则当时说的好好的 就是说 你看我第一期视频是什么 为什么 对不对 还有的什么排面 对 你当时发排面 我不会说什么 但是关键你要符合规则 所以结合以上的原因 我就把那些不符合规则的人 全部排除掉了 只剩下了一些符合规则的评论 然后呢 我就把这些评论 从早到晚排下来 用谷歌数字随机器 选出了这条评论 那么ID我已经挡住了 然后我希望此时此刻 我已经给你发私信了 对 当你看这些视频的时候 赶紧去自己的instagram 去看一下 有没有收到我的私信 然后尽快联系我 这样的话 这个鞋子才能最快的速度到你家 OK 这就是抽奖的事情 但是呢 还要多说一点 就是抽奖这个事情 表达的就是一个心理 有抽中的就肯定有没抽中的 所以说大家就千万不要说 生气啊 或者怎么样 好吧 理智一点 成熟一点 所以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关于sneaker con的事情 sneaker con 我上期视频有提到 5月18、19号来中国来上海 那么发育之后呢 我私信就直接快报了 很多人就问我一些问题 比如说 门票怎么买 再一个呢 就是说 18、19号 我到底去哪一天啊 你哪一天在啊 对不对 我想见Sky王 我想跟Sky王公报 哪一天你来啊 这里呢 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呢 你们需要 如果可以的话 关注下我的微博 我是Sky王 我经常会发一些 关于这个鞋展的一些详细的内容 然后呢 至于哪天去的话 我18、19号都去 我都去 所以呢 你两天都能见到我 对 这个就是关于鞋展的事情 那么前面都说完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进入正式的开箱环境 哈喽各位 那么此时此刻呢 在我手里拿这两个盒呢 那就是咱们今天开箱的主角 咱们先开箱这个 其实这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咱心里都有数了 好吧 我拿个钥匙开一张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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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各位 那么此时此刻呢 在我手里拿到的呢 就是Sky王跟Beats的 最新联名款的耳机 那么熟悉我的朋友们呢 都知道我在去年夏天 去日本玩的时候呢 我在Undefeated店里 安排过一个 Undefeated跟Beats联名的一个耳机 顺便提一句 英国好像 国内我不知道 英国的苹果官网 现在这个好像还有在卖 对对对 然后这个耳机呢 其实我再带 再带个两三个月 其实真的就快带一年了 我对于这个耳机 我带一年 快一年下来的经验呢 就是因为一开始 我是属于带那个AirPods 我对音质呢 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 就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我呢就是路上 喜欢听个歌 就是不想太安静 想听个歌 对 仅此而已 然后呢 之前用AirPods呢 其实用的挺好的 但是 后面就遇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 AirPods 它有时候 它这个 老带充电 老带 我老带把兜掏进去 给它再塞回去 然后呢 老带兜里 穿一个这个 充电 它那个充电盒 就鼓鼓当当的 我就 就等于你出门 你还得多带一东西 我觉得挺麻烦的 而且说实话 这耳机 有时候 我睡觉的时候 带它老龙丢 老带找 所以 我带 我买了这个之后 我就不带AirPods 对 所以呢 我就用这个 然后我其实并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 把它当一个项链去带 但是呢 我就觉得很方便 就这么着 它就有两个 两个吸血石 这么着一扣 我就平时就这么带 但是 当Sakai 跟这个Beats 联名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这一波我得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这个 耳机的基础上 它加了很多珠子 就把它装置的 更像一个视频了 我觉得这个 还蛮有意思的 但是说句老实话 其实这个耳机呢 也就是我第二个了 第一个呢 其实我买完 我已经穿好了 就是这个 当时看好的颜色呢 其实这个 因为这个 更花里胡哨一点嘛 但是买回来之后呢 可能是我对它的 期望值有点高 所以 我就觉得 因为一开始 我想的是 它这个珠子 是直接就固定在 这个耳机上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个珠子 是你后穿的 最重要的一点啊 戴上你之后 感觉不太适合我 有点浮夸 那么至于耳机浮夸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老观众懂 虽然懂 于是乎呢 嘿嘿 我就买了一个黑色和蓝色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呢 更低调一点 更适合我一点 然后咱们就来开箱 看一看这个珠子 不不不不 咱们就来开箱 看一看这个耳机 它里面的配件 以及穿上去之后 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对 但是我视频里就不穿了 因为这个太耗时间了 好吧 咱们就来看一看吧 然后呢 这位这个 三二一 啵 拉开之后 它就是这样的感觉 你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数据实在化 如果说没有这个珠子 没有上面的珠子的话 说实话 就是一个普通款的必刺耳机 它仅仅是 这个充电的地方 写了一个散开 仅此而已 对 这个是我要给你们提到的一点 让咱们拿出来 这个呢 就是耳机的这个本体了 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啊 这是没有穿 没有穿珠子的效果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耳机 但是颜色方面 可能它这条线是蓝色的 对 仅此而已 然后呢 这边充电的地方写了一个散开 大概这种感觉 然后它里面很多配件 你可以看到 里面有很多 稍等 里面有很多配件 首先呢 就是你去买beats的其他耳机 它都会给你一些 你耳 有的耳洞比较大 一个耳洞比较小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去换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不重要啊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它会给你一个收纳盒 那么这个收纳盒里面呢 装的就是 珠子 有没有看到啊 它这款耳机呢 跟这个我之前买的这个Sakai 这个白色配色的不太一样 这个白色呢 它是有三款三颜色的珠子 那么这个呢 它就只有两款 一个黑色 一个蓝色 但是我有看到 陈冠希跟那个藤原浩 他们好像带的这个也是这个颜色的 也是黑蓝色 但是他们还有配银杖的珠子 我估计这个你到时候网上买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吧 所以其实这个耳机怎么说呢 一开始我所期待的是这个珠子是它提前给你已经穿好的是掀不下来的 当时第一眼看上去它是需要穿的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廉价突然 但是后面想呢 可玩性反而会更高一点 毕竟也就1000块钱的耳机 你还能奢望它能给你做成什么样的 对吧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还穿吗 我还需要穿吗 对你们一看到这个就是这个珠子 我还需要穿吗 嗯 我想一下啊 还是穿一下吧 还是穿一下吧 它这打开之后呢 它这个每一个珠啊 这边有一个槽口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我后面再给一个特写好了 就是它每一颗珠子都有一个槽 然后这个槽呢 你们就可以这样 别到耳机上 穿过去这么着 你们就别别上去了 别上去之后呢 你就依次的去排列 想组合怎么排都行 毕竟只有两个颜色 你们就排就完事了 然后最后呢 我会给你们一个这个耳机 完成的这个效果图 以及我带上去之后的上真照 对大概就是 关于这个Sakai 和Beats联名这个耳机的事情啊 咱们很快就结束掉了 那么此时此刻 猜中是我的奖励猪文一枚 那么此时此刻呢 在我手里拿这个鞋盒里面的鞋呢 就是咱们今天第二个开箱的东西 其实这个呢 懂得自然懂了 再次感谢Vans爸爸 对对对对 上一次呢 做了猪猪男孩的视频之后 Vans那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他们看了这支视频 异常的满意 然后呢 他们就给我寄来了 第二个新产品 懂得自然懂啊 这双鞋其实已经在国内 已经发过了 而且卖的还相当好 这个其实是一款联名 就是Vans跟Model Nika的一个联名 如果Model Nika 有些人不熟悉的话 可以上网搜一下 这是一个来自于加州的一个 来自于加州的一个家具品牌 它做了很长时间了 那么Model Nika 它除了做家具以外 它经常会跟一些潮流品牌 有联名有合作 那么之前它跟Anti-Fitted 跟Anti-Social 其实这些品牌都有过很多合作 那么其实在我看来 它跟Vans合作呢 肯定是早晚的事 因为这两个都是本土 加州本土的品牌 所以他们肯定会合作的 然后那么在这次合作 他们选择两款鞋型 第一款呢是Sleep Pump 第二款呢 就是我手里拿这个叫 Steel36这两个鞋型 那么其实中间出点小插曲 什么小插曲呢 就是本身呢Vans那边 工作人员给我寄的是 一个木质的一个特殊鞋盒 但是由于国际快递的一些原因 所以这个木质鞋盒 我暂时没有拿到 所以等到五月份 我去上海Sneaker Count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 我拿到那个木质鞋盒 我会重新再给大家补一期开箱 那么咱们回到今天这双鞋 这双鞋呢 你可以看到鞋盒呢 这边印着Vans 然后这边印着Moderneka 就大概一种感觉 这整体的颜色呢 都是那种有点像褐褐色那种感觉 OK 打开结合拿出一只鞋 那么其实在我手里的这一款呢 就是它的其中一个鞋型 叫Steel 36 那么这款鞋呢 它并没有 因为其实它的另外两个配色呢 都有用加州本土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叫棕櫚树 还是棕櫚树 这个希望你们能够科普 这应该是棕櫚树吧 都有用这个棕櫚树的样子去做这个文章 印在这个鞋上 那么我手里的双呢 算是比较原汁原味的这种 有Vans风格的这么一双 因为它上面印的都是棋盘格嘛 前面呢 它用了几皮 中间的大面积的棋盘格 后面还是几皮 然后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它鞋底的部位呢 它印着一大行串标 上面写的case study case study是什么呢 其实我上网有查过 case study 其实就是Moldenica 它是做家具的嘛 它下面有很多系列 case study呢 其实就是它众多家具系列中的 其中一条线 它这条线呢 就是根据这二战之后 所有人在重建家园 然后呢 他们家具风格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换 然后他们去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做出来的一系列家具 这个系列呢 就叫case study 那么这双鞋呢 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开始上讲环节 OK 那么这大概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斯干王的话 不妨点一波关注一键三连 好吧 那么我是斯干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